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冰 小弟上兩條片都有提到 柬埔寨在2010年的時候 北韓人均GDP是柬埔寨的三倍 80%人口過原始生活 60%人口是文盲 其實更瘋的是 現時全世界的地雷大約總共有1億枚以上 其中柬埔寨就有1000萬顆 柬埔寨平均每個月會發生700宗地雷傷人事件 每236人就有一個人是雙殘 雙殘率為全球之冠 如果按照現時數據速度 需要600年才能夠掃清全柬埔寨的地雷 但是,其實柬埔寨的高棉文化遠遠流長 鄰近各國的建築、宗教、風俗和生活習慣 都受過當年柬埔寨輝煌文化的影響 甚至到了近代的19世紀 由於受法國殖民成為受保護國 快速西化、貿易發達 柬埔寨的金邊 一度還有著東方小巴黎之稱 在當年,連新加坡都要派遣留學生來金邊學習術和工程 泰國的拳擊、潑水節、廟宇和皇宮的建築造型等等 亦都受到柬埔寨的高棉文化影響 究竟為何由曾經澳視東南亞 到現在要這麼兜貓 比北韓還要被那幫強國人著巢勾佔 拿來就詐騙中心呢? 今天影片小仔就用十幾分鐘 跟大家速食一千年柬埔寨歷史 我敢叫兜貓嗎? 敢叫節套? 柬埔寨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 有著兩千年以上的歷史 最遠可以追溯到印度文明 而柬埔寨有詳細紀錄以來最早出現 就是曾經被中國史冊提及的湖南國 由公元一世紀開始統治柬埔寨地區 然後到七世紀中期 由中國史冊中稱為曾立的另一個文明國起 兼聘了扶南國 八世紀末 曾立就被來自爪哇 即是現在印尼的夏蓮特拉王朝征服 建立了鼎鼎大名的高棉帝國 又稱吳哥王朝 不過中國史冊仍然以曾立來稱呼它 當時吳哥王朝的領土 幾乎涵涵到整個東南亞接近七成的面積 而首都的所在地 就是今天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吳哥佛 由九到十五世紀初的吳哥王朝國力強盛 建立了舉世文明的吳哥文明 版圖包括今天柬埔寨全景 以及泰國、寮國、越南三國的部分地區 文化發展水平在當時來說 更加可以說是相當之高的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 在七世紀 高棉人就將巴黎文 一種古印度語的基礎創造了自己的文字 並以此發展出卓越的文化、建築和商業制度 至今我們仍然可以從吳哥佛的位置中 隱約握摸到當年高棉文明的輝煌 我們現在很熟悉的潑水節 很多人都會認為是泰國的新年 但如果追尋他的文化默落 應該是受當年高棉帝國習俗的影響 然後 高棉帝國在十三世紀再也達到巔峰 吳哥王城在當時 亦都被視為全球範圍內 少數繁榮興盛的大都會之一 根據當地歷史記載 當時高棉帝國領地內的統治居民超過千萬 甚至只是戰鬥用的大文像 都有二十多萬隻 二號時三百多年興建的大小宮殿 廟宇 都會在這個時期完成 不過不單在藝術方面有極高造藝 整座城市也遍佈著發達的水利和灌溉系統 市中心就有規劃井賢的公共浴場 圖書館 行政中心 貴族區和平民區等劃分 直到現在 吳哥佛 即是當年的吳哥王城舊子 仍然和中國的萬里長城 印度的太基陵 印尼的婆羅佛圖 並稱為東方四大奇跡 不過去到十五世紀 就進入了後世稱為的 柬埔寨黑暗時代 1430年 泰國前內入侵柬埔寨 包圍吳哥成七個月 最後公婆吳哥 根據史料記載 戰場上甚至出現過來自西班牙 和葡萄牙的僱傭兵 來自阿拉伯的火炮 中國的功成器等等當時全球最先進的軍備 不過最後仍然以泰國大勝告中 柬埔寨皇室成員被俘虜 自此高棉皇朝 就再沒有恢復過往的榮耀 被迫遷到現在的首都 金邊 然後在金邊 由高棉族所建立的 四臂灣皇朝 重建的期間 還將國家的名字改為 Cambodja 之後就用廣東話來陰譯做 柬埔寨 然後所有華民地區都跟著用 不過改名也沒用 改名和改運應該幫不了什麼走 柬埔寨國勢衰敗 一直被越南侵略 最終成為了越南的屬國 之後在往後的十六到十九世紀初 柬埔寨一直夾在中南半島兩強 即是泰國和越南之間 直到1841年 泰國潛落打敗了越南 並佔領金邊 另立塊女政權 然後柬埔寨就完全淪為泰國的附庸國 差不多來到這條片的重點了 十九世紀初 整個東南亞都被很多軍事強國佔領和殖民 除了泰國 有緣再說泰國的歷史 柬埔寨當然也不例外 成為了法國的殖民地 之後去到二戰 在亞洲近乎戰無不勝的日本 也曾經佔領過柬埔寨 二戰戰敗之後又回到法國 幾經辛苦 到了1953年 在當時的國王西哈魯克領導之下 柬埔寨終於獨立 有了自己的主權 西哈魯克仍然是國王 西哈魯克即是今次柬埔寨詐騙重地 西哈魯克港西港這個名字的由來 當然柬埔寨就行君主立憲 即是類似現在英國和泰國那樣 但是作為小國 在大國之後的鬥爭 又有什麼話事權呢? 1960年代中開始 中國、美國、蘇聯、三國 都進入了東南亞侵略和擴張勢力 較上越戰的影響 柬埔寨開始發生內戰 60年代尾 柬埔寨有著三股勢力 第一 西哈魯克 雖然他已經放棄了皇位 但仍然有威望 立場中立 既親美國又親蘇聯 不介入越戰 第二 朗諾 即是當時的首相 立場親美 反共、反越 第三 令人民風喪膽的紅色高綿 柬埔寨共產黨 立場反美、反西哈魯克這些資產階級 直到1970年 西哈魯克出國訪問 親美首相朗諾 乘虛而入 發動政變 退化了西哈魯克 然後廢除君主立憲 成立了高綿共和國 朗諾做總統 大家聽起來都應該心想 OK啊 又行共和 又親美 好像很好啊 誰知道西哈魯克被人奪權之後 被迫流亡中國 還全面倒向共產陣營 中共和北越當然支持他們 再和紅色高綿 組成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 誰說共產黨最厲害分化的 共產黨最厲害是團結 統一戰線是中共五大法寶之一 有興趣可以看回這條片 以後就不要像口康奇地說 共產黨最厲害分化 之後 減浩寨的分裂就形成了 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政權 赤簡也成形了 減浩寨這一刻開始 就注定要血流成河 親美朗諾政權在美國幫手下 都只是頂了五年 在1975年4月17日 紅色高綿佔領了首都金邊 然後到年底 世下老客的紅色高綿打贏了 就在中國回到柬埔寨 誰知道回到去就被人軟禁了 哈哈 真是天爭的天爭叫 之後紅色高綿佔領金邊之後一個星期 整座城空曬 因為全部二百萬居民原地解散 上山下鄉參加勞動 舊政府的人當然是全部處死 上山下鄉期間糧食不足 又令大量人民餓死 那些人沒有看中共歷史嗎 即是在當時來說 其實這些事全部在他們 對上十幾年的中國發生了 然後呢 大量資產階級 反動分子就被人抄家 勞改 為了明確革命陣線 即是共產黨都流行過幾什麼 一 完全廢除私有制 市場 貨幣 實行配給制 移物易物 第二 所有生產用具充股 全部人集體在飯堂吃飯 即是大鑊飯 三 合作社 即人民公社 四月一日會吃兩餐乾飯 一餐稀飯 三 日一次甜食 又甜品吃算不算小確幸呢 四 組織法定家庭的一切 男女戀愛遊組織安排時間地點 對於本身吸不到女的人來說 好像挺好 結婚由領導指定 新婚夫婦度過蜜月洲之後 就會返回國池的單位 期間不准通訊 一年相聚兩次 其實還有很多傻丟東西 這條片還未能盡錄 本完學術精華再跟大家分享 之後 從1977年開始 赤簡開始實施雄心萬象的四年計劃 提出所謂超大躍進 這個就是抄中國的大躍進 還要講到更加極端的版本 當中說到要將全國的農田 畫成100平方米一塊 在四年內 要將糧食產量提高到原本的三倍 進一步發展輕重工業 赤簡易預計 去到1977年 人們每星期可以吃到兩個水果 去到1978年 就會每兩天可以吃到一個水果 去到1979年 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 有這麼喜歡吃水果嗎? 錦湖寨的一切都是計劃化了 從農業生產到個人生活 全部都是在全面的監控下進行 一切都屬於黨 黨就是一切 天幕就是我 我就是天幕 大多數的柬埔寨專家都認為 在全世界的政治組織裡 紅色高棉是有一個很強的優點 就是對比起全球其他政治組織 他們的保密效果是做得最好的 1975年紅色高棉取得勝利之後 領導了這場鬥爭的簡共 仍然處於地下狀態 新政權發佈的特別民國大會公佈 一隻字都沒有提及簡共 簡共的最高領導人波爾布特曾經說過 秘密工作是一切的關鍵 1979年紅色高棉喪失政權之後 他們的一切又重回黑暗 誰是紅色高棉的中央常委 誰是真正控制軍隊 波爾布特的地位如何 即使是美國CIA和蘇聯KGB 對此都是得很少的了解 而紅色高棉最高領導人波爾布特 比紅色高棉這個組織更加神秘摩擦 波爾布特生於1928年 原名沙諾特少 小時候膽小緬甸巡規道舉 是一個很可愛的小朋友 到了1948年 他考到留學法國獎學金 期間加入法國共產黨 但未獲得任何文憑 1952年後 回到金邊做老師 以及開始地下活動 1961年做了副書記 63年做後任書記 然後獨攬大權 整個紅色高棉都聽寧於他 最低的是 1976年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 波爾布特這個名字才首次曝光 任政府總理 全柬埔寨沒有人知道誰是波爾布特 只知道他是橡膠工人的代表 後來是一個半邊出來的軍官 通過報紙對他的描述 才知道 哦 原來波爾布特是紅色高棉的總書記 沙諾特少 寶物功夫是真的做得很足 講開尺寒 一定要講講S21 那什麼是S21呢 話說1976年下半年之後 柬埔寨內部開始大清洗 要清洗革命隊五中的每一個敵人 大清洗的中心就在金邊南面的集中營代號S21 之後去到1979年1月 越南佔領金邊的這兩年多時間入面 這裡的審訊所前後關押過差不多兩萬人 據說只有落井身環 犯人的絕大部分都是赤柬的官員或者黨員 其中還不乏高級的領導人 大清洗同時在S21以外的全國進行 據說1978年 即是東部大區就有10萬名幹部 軍人和牽連者被處決 西方學者估計 紅色高棉一共殺害了200萬人 是當時減毛債的四分之一人口 而基本上有些學識的都死了 事實上 紅色高棉和波爾布特的名字 已經成為恐怖、殺戮、血腥的代名詞 在柬埔寨民間 如果有些小朋友哭不停的話 父母就一定會嚇到小朋友 就說波爾布特來了 波爾布特來了 那些小朋友就會嚇到馬上不敢哭 影片來到最後 當赤柬證權在1979年 因為越南入侵之後就倒台 當名赤柬領導人逃到泰國邊境附近的農村 然後一躲就躲了20年 去到1999年才被一名記者認出 2009年 聯合國支持下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 開始進行相關的轉型正義工作 不過至今只有三名前赤柬領導人被判刑 赤柬前頭號領導人波爾布特 還在1998年過世 逃過一劫 而現在的柬埔寨總理洪森 哈哈厲害了 他們就組織中國廣東省潮山 出身在柬埔寨 1970年加入柬埔寨共產黨 是一名高級軍官 1977年因為權鬥失敗 投靠越南 並迅速成為反對赤柬勢力的重要領袖 這個畫面這麼順口 哪有見過呢 所以現在的柬埔寨 為何都是這樣? 就是因為柬埔寨人 信了一個由柬埔寨出來的人 權鬥失敗出來扮反共 掌權之後 不是啦 夠樣 就是他一做 就做了二十多年 轉型正義似乎還沒在柬埔寨發生 四年時間 一場套劫 令到高棉文化幾百年累積起來的文明 和當地人民的自信 一舖清代 而文明在暴力面前 你一向都是易碎的 一旦碎了 要再回復昔日的樣貌 恐怕還需要一段漫長的時光 文明能一碎 情懷不碎 無論苦江山水 有時年月透入垃圾裡 讓我欣喜同居 這條片來到這裡 會員後續精華會再講這些柬埔寨 尤其赤柬的歷史 和赤柬領導人 後來幾年過了整點 五元美金就看到了 希望大家多謝支持 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妨按讚 和甘明記得訂閱 我的頻道按旁邊的鈴鈴 我們同星期四出片 星期二可能有片 星期五晚上九點鐘 會都順便直播講的事 和政治 希望陸上可以給大家 我是另外一張 我們的批床會員 希望大家多謝支持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